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道 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其中天人道 阿修罗道 人道 为上三道 亦称三善道 而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则为下三道 亦称三恶道 本频道在上期视频中讲述了三善道 本期视频将与大家讲述一下三恶道 一 畜生道 亦称旁生道 投生于畜生道 实为不幸 此道众生愚钝无知 且寿命短暂 同类异类之间相互残世 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畜生之名是指他们常为人所续养 但事实上 其涵盖的范围远超于此 甚至阔及天上 地下种种不可思议的天界 地狱 神异处 而旁生的意思 则是说他们的形状有别于人的直立 而且行走方式 生活方式也是旁横不直的 他们的寿命就与众多的种类一样参差不齐 有短如浮游那样招生目死的 也有长如龙王一样达意终结者 畜生到友情对人类而言 虽有可不可爱之分 或有所谓有害友谊之别 但整体而言 他们最主要的特质是苦多余乐的 就如过去现在《因果经》中所记载的 他们不但长着杂丑的外形 也因为身上的骨 肉 筋 脚 皮 牙 毛 羽 被人类视为宝物 而遭捕捉宰杀 或被人类抓来负荷重担 以致饥渴疲累 还有种种穿鼻 勾手 鞭挞 捆绑的折磨 或甚至彼此互相伤害 置身弱肉强食的境界惊恐惶惑 因此畜生到众生在轮回的六道当中 被列入苦难悲惨的三恶道之一 此外 也因为他们智慧不高 甚至仅有神经的反应 因此无法了解佛法 连修行的机会都没有 只能等待命中的时候 随速是业力流转它去 若以品类及数量来看 畜生道是六道当中为数最多的一类 正法念处经指出 畜生共有三十四亿种之多 早已超出人类所能想象的范围 而这些品类众多的友情 彼此的相貌 体态差异极大 饮食 生活习性也都不相同 以活动范围来区分 可分路形 空形及水形三大类 依生活习性来分 则可归类为咒形 夜形及咒夜形三种 针对这么繁杂的种类 佛教经典里也分别记载了各种不同的夜暴成音 这些因缘当中 有些属于三恶道的共通夜音 也有单纯属于畜生道的 例如《变异长者子经》中就指出 会堕入畜生道的五处生事 包括常常饭偷到罪 负债不还 喜欢杀生 不喜听闻经法 以及造作种种因缘阻他人办法会等 而佛为首家长者说夜暴差别经理 更名列实相堕入畜生道的原因 不外乎因味贪 嗔 痴而造烦恼恶业 表现在身 口 意的行为中 包括悔骂 害众生 对众生施不敬物 行邪淫等 另外在经典中也有各类不同畜生 所以投生的原因 不外乎与素氏所造的因以及习气有关 例如《正法念处经》所记载 因学习邪剑 邪法而生慢心的众生 喜欢以邪剑与人争论 因为怀着怨憎心 就会投生喜欢互相残害的畜生道 而那些违情所苦 或那些共同发愿要再来世常为夫妻的 就可能堕入鸳鸯 鸽子等类 贪好爱欲 此外一些性情怯弱 常怀惊恐的动物 也是因过去生惊吓他人在先 而得出这样的果报 例如曾为强盗匪徒 带给人们极大的恐怖 一旦堕入畜生道 就会果报现前 实时处于惊恐当中 另外在大智度论中也有详细的介绍 例如喜欢鞭打其他众生的 则兽马 牛 羊等果报 银欲众无名多的 则兽生鱼鸡 鹅 孔雀 鸳鸯 鸽子等禽鸟类 它们身上长满羽毛 所以无法得到种种细滑的触感 银重的 多头生毒蛇或百足寒毒的虫类 鱼吃重的 成为瘾 鹅 蚂蚁等 娇慢银的 变成狮 虎 豹等猛兽 充满邪剑而性情轻慢的 兽生驴 骆驼等 千瘫 嫉妒 清造的 则成猕猴 熊等 而若以四生的分类来看 无论是卵生的鸡鸭鱼 胎生的牛马 狮生的腐肉虫 以及特殊的化生等 都有畜生道的踪迹 其成因虽各有差异 但主要是因为以残忍的手法伤害其他众生 如正法念处经指出 为私利求取私隽 而养残杀茧 或征或煮 让他们受大苦 就会投入化生类 若因邪剑及外道而行祭祀 特地去杀害龟 鳖 鱼 蟹 蟹 蟠 蟠等 会堕入尸声中 如蚊子 草尸 而那些未断贪嗔痴的众生 因修学禅定而得世俗神通 却因起嗔心而破坏国土 除了堕于地狱受无量苦外 亦从地狱出 也会堕入卵生类 至于受胎生身的畜生 则是因邪念撕心 和和牛马 令他们骄骄而取乐 或令他人邪行非礼 这些人命中后 也是先堕地狱 具足重苦 从地狱出 再受于胎生中 事实上 对生活在五蕴烦恼苦中的人道众生而言 这些习气几乎都是生活中稍不注意就会出现的 因此造作畜生因是很容易的 而这也更显示出修行的重要与殊胜 除了少数畜生友情与人道生活在同一个时空环境中 彼此产生种种错综的因缘关系 还有许许多多生活在虚空界或地狱道的畜生 吸引着人们的好奇 尤其是神异的龙王 不但佛典中载有许多他的传奇 佛法东传中国后 更成为中国文学中的重要题材 其中一则在于《增益阿寒经听法品》里的故事 因描写龙王与佛陀弟子之间互斗神通 而为人所熟悉 故事里记载 龙王兄弟因为极度佛陀极诸修行的佛弟子 受到天上范重及人间帝王的欢迎 而大起身心 便以七头怪兽形在界内刮风放火 阻挠大众听闻佛道 于是神通第一的牧连尊者 就被派去降服他们 起初牧连以威吓方式变成更多头的巨龙 与他们比赛谁的威力高强 后来发现这样会伤害界内所有友情众生 于是缩小到龙王无法控制及伤害的程度 在他们体内及体外游移 当他们束手无策之后 最终现出原形 使龙王兄弟臣服 而消除他们的称念 皈依佛门 最后并成了佛教的护法龙天眷属 2. 鬼道 亦称恶鬼道 早期佛教经典常译做恶鬼 是因为鬼道众生却以恶鬼为多 但因鬼道亦有叶叉鬼 罗叉鬼 福德鬼等大能力者 后亦极尽现代佛教常以鬼道统称 而不加恶字 据瑜伽师帝论所载 恶鬼在饮食上会受到三种障碍 1. 外障 此类恶鬼因为长寿饥渴 所以发乱面黑 形容枯搞 唇口干胶 只能以蛇试口 虽然四处奔走求食 所见的池水却都变成浓血而不能饮用 2. 内障 此类恶鬼烟细如针 口大如炬 复古如山 然而即使得到食物 却因喉戏而不能吞咽 3. 无障 此类恶鬼饮食虽没有障碍 但是不论所受食物为何 皆会如火燃烧 仍受饥渴大苦 鬼道众生均为胎生 而且每胎便会生下几百个鬼子 投生与鬼道的因缘 除了共通的不善业外 亦特别与不肯施舍助人 偷盗或见死不救之业因有关 这一道中的众生受量不定 有的恶鬼寿命可长达数万人间年 长期受着因不善业力而感召之痛苦果报 因为前世造作的善恶业不同 在恶鬼道所受的果报也会不同 若依鬼的生活境遇贫富 大致可分为有微得鬼与无微得鬼两类 无微得鬼生活非常贫困 有微得鬼则非常富足 民间信仰所祭祀的鬼神 极多为大微得鬼 据大臣一章卷八莫载 所谓恶鬼者 常积虚 故为之恶 孔切多为 故为之鬼 此鬼类雷若丑恶 见者皆生畏惧 穷年足岁不欲饮食 或居海底 或近山林 乐少苦多而受长节远 以稀食贪籍 欺狂于人 有此因缘 故躲恶鬼道 鬼道众生的痛苦比地狱道略少 但比畜生道多 如果以智力来比较 鬼的智力比畜生为高 所以会有鬼话不可信一说 试想 动物如狐狸等都机敏异常 常能摆脱人类 智力高于狐狸的鬼所说的鬼话 其可信度可想而知 当然 也并非但凡鬼话皆不可信 只是世俗的一个比喻而已 不过 说到狡猾奸诈 貌似以人为罪 地狱道的众生 以我们人道凡夫的眼睛是见不到的 而鬼道的众生 在某些时候则可以用肉眼看见 恶鬼散居于不同的地方 有些也散居于人间的世界 在旷野中 有时晚上会见到火球或火光 俗称鬼火 这就是在黑暗中流连的恶鬼口中喷出的火焰 此现象常被学者解释为尸骨中磷元素自然发光 至于在现代城市中 鬼不太容易逗留 是因人群聚集阳气多之故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 就是鬼与人的关系 是否但凡是鬼 就一定会害人呢 其实不是 首先 众多的鬼 因为罪业之故 时刻在痛苦的煎熬中自顾不暇 没有什么能力与人发生交集 所以不会蓄意害人 反倒是人类如果按照佛教的遗鬼 却可以真实地帮助到鬼道众生 比如狮食 火宫等 可以令鬼道众生获得吃到食物的机会 甚而依仗佛力及人的功德 就此脱离鬼道而转生其他善道获得解脱 至于民间流传人去世后会变鬼 这些鬼仍与生前样子相同云云 长期流连在生前故居等等 其实鬼道众生与民间传说所描述的鬼并不同 请注意 人类命中之后的亡灵 严格意义上并非就是鬼或者恶鬼 而是中阴身 三 地狱道 在六道之中 以地狱道之痛苦为最甚 造作最重恶业者 会投生于地狱道中 经历几十万亿年才有可能离开此道之苦 地狱道的众生 并不由母胎所出 亦非卵肤而出 而是化身而出 投生八热地狱的众生 受着各式各样的大苦 在有些热狱中 众生互相砍事 但却不死 只能经年累月地忍受不断被试杀之苦 完全无法出离 在其他狱中 众生会被烧至七孔冒烟 或被肢解 又或被放入绒酮中煮至皮开肉烂 这些都是过往之恶业力成熟时 所幻化出来的惨犷 苦不堪言 在八寒地狱中 有情众生受着不同程度之寒苦 甚至会被风冻将历几百亿年之久 却因业力未尽而不会死去 在须弥山世界最外侧 被有如轮子般的铁轮山包住 铁轮山又分内外 地狱与炎魔王宫便位于此处 双重铁轮山间 是阳光与月光无法到达之处 并常常吹着名为僧区的暴风 这种风能把人间界的东西全部吹成粉末 且带有超高温的火焰以及恶臭 地狱道只是一个统称 按照成佛之道的说法 其实它可被细分为八热地狱 八寒地狱、禁边地狱及孤独地狱四大部分 除孤独地狱外 其他地狱均为众生共同业力所创造的 八热地狱依序为 等活地狱、黑绳地狱、众和地狱、教唤地狱、大教唤地狱、焦热地狱、大焦热地狱、无间地狱 一、等活地狱、又冥想地狱 位于沿浮提地下一千邮电处 长宽各一万邮电 一邮电是指耕牛行走一天的距离 此狱中受罪众生 手生铁爪 起爪常力 互相称奋 怀毒骇响 以爪相绝 肉疾堕落 或被灼刺魔倒 响为已死 燃冷风吹枝 皮肉复生 寻腹活起 故称响地狱 繁繁杀生罪者堕此 刑期为等活地狱的五百年 等同于人间的遗诏六千六百五十三亿年 二、黑绳地狱 位于等活地狱之下 痛苦程度为等活地狱的十倍 此狱中狱族 以热铁绳兵迁受罪众生 然后斩聚 赋以恶风吹热铁绳 笼络其身 烧皮彻肉 胶骨废髓 苦毒万端 故称黑绳地狱 刑期为黑绳地狱的一千年 等同于人间的十三兆年 三、众和地狱 又名堆压地狱 位于黑绳地狱之下 痛苦程度为黑绳地狱的十倍 此狱中有大石山 受罪众生进入后 山自然合起 堆压其身 骨肉迷碎 故称堆压地狱 繁范杀生 偷盗 邪淫者堕此 刑期为众和地狱的两千年 等同于人间的一百零六兆五千八百亿年 四、教唤地狱 位于众和地狱之下 痛苦程度为众和地狱的十倍 受罪众生 即至此狱 狱族即将其置入大祸中 废汤烹煮 受诸痛苦 好逃教唤 故称教唤地狱 繁范杀生 偷盗 邪淫 饮酒者堕此 刑期为教唤地狱的四千年 等同于人间的八百五十二兆六千四百年 五、大教唤地狱 位于教唤地狱之下 痛苦程度为教唤地狱的十倍 此狱狱族将受罪众生沸汤烹煮 夜风吹火 又捉向热铁锅中间熬 痛苦极致 发声大叫 故称大教唤地狱 繁范杀生 偷盗 邪淫 妄语者堕此 刑期为大教唤地狱的八千年 等同于人间的六千八百二十一兆一千二百亿年 六、焦热地狱 又名烧至地狱或炎热地狱 位于大教唤地狱之下 痛苦程度为前五个地狱总和的十倍 此欲以铁为成 烈火猛烟 内外烧至 皮肉糜烂 痛苦万端 故称烧至地狱 刑期为焦热地狱的一万六千年 等同于人间的五经三千零八十四兆一千六百年 七、大焦热地狱 又名大烧至地狱或大吉热地狱 位于焦热地狱之下 痛苦程度为前六个地狱总和的十倍 此欲遇足将受罪众生置于铁城中 烈火烧成 内外巨斥 烧至罪人 又有火坑 火焰赤盛 其坑两岸 附有火山 捉笔受罪众生灌于铁叉之上 至于火中 皮肉糜烂 痛苦万端 故称大烧至地狱 其火焰可高达五百油电 宽二百油电 即使离大焦热地狱三千油电处 仍可听见受罪众生的惨叫 行期为半终结 八、无见地狱 又名阿比地狱或无旧地狱 位于大焦热地狱之下 长宽高均为两万油电 受罪众生掉落到此处要花上两千年 痛苦程度为前七个地狱总和的一千倍 此欲受罪众生 于此欲中受苦 无有见歇 故称无见 乃疾苦之地狱 凡造物逆罪 诽谤大成者多此 行期为一终结 八寒地狱依序为 巨炮地狱 炮烈地狱 锦牙地狱 阿啾啾地狱 阿呼呼地狱 青莲地狱 红莲地狱 大红莲地狱 一、巨炮地狱 此欲受罪众生因严寒所伤而皮肉炮起 行期以古印度果萨拉成的二百生至米斗为准 至米斗中装满芝麻 每一百年拿出一颗 全部取出后的时间为巨炮地狱的行期 二、炮烈地狱 此欲受罪众生皮肉炮疮爆裂 痛苦万端 行期为巨炮地狱行期的二十倍 三、锦牙地狱 又名阿炸炸地狱 此欲受罪众生因寒苦增及 唇不能动 需咬锦牙关使牙齿止颤 围于蛇中发出阿炸炸声 行期为炮烈地狱行期的二十倍 四、阿啾啾地狱 此欲受罪众生因寒苦增及 蛇不能动 围坐此啾啾之声 行期为锦牙地狱行期的二十倍 五、阿呼呼地狱 此欲受罪众生因寒苦增及 口不能闭 围坐此呼呼之声 行期为阿啾啾地狱行期的二十倍 六、青莲地狱 此欲受罪众生因寒苦增及 皮肉发子战裂 壮似青莲 行期为阿呼呼地狱行期的二十倍 七、红莲地狱 此欲受罪众生因寒苦增及 皮裂肉战 壮似红莲 行期为青莲地狱行期的二十倍 八、大红莲地狱 此欲受罪众生因寒苦增及 皮开肉战 全身黑红 壮似大红莲花 行期为红莲地狱行期的二十倍 禁边地狱 八热地狱的四面各有四个门 门外各复有四个小地狱 又名十六游增地狱 四门地狱或副地狱 与八热地狱合计共一百三十六地狱 孤独地狱 受罪众生在人间的山间、江边、旷野等处 过着孤独非人的生活 可说是人间地狱 六道的真实情形甚深 难以详尽言说 佛教通过种种辟域 让大众对六道的各种乐与苦 有一个直观感受 为如何能够离苦得乐指引方向 而智者则由辟域得佛甚深真实意 成就大悲心 救度众生永离烦恼生死 常祝快乐微妙真实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